吴哥呀,咱这货架的可挺空的,你抓紧上点货啊 哥呀,老爸咋还换地方呢,这不好笨着啊 之前那房租太贵,我大哥说赔钱,那这地方房租便宜吧 这是我大哥家买的房呢,没房租 你大哥家真有实力,给我开了点,支持一下大哥 用你支持啥呀,我大哥扔的都够你生活的 那我玩了点还不行嘛,哥,我时间有限,你抓紧给安排一下 没零钱了,差你一块拿着呢 那就不要了呗,反正我也是跟别人借的 能耐都不行,进去吧 谢谢哥啊,还给我拿回来点 我要是都给你扣一下,你还敢来呢 岁数不大,要听懂规矩 大哥,我没说错吧,这地方真能上网 你个人,还挺会找地方,应该把你二哥三哥都叫过来 大哥,我兜里的钱只够请你的,二哥三哥要是来就得致费的 你哥的,上网还用花钱吗,把小嘎豆子捏几个不就行呢 咱一块进去,就怕这帮小嘎豆子不守规矩 那就教教他们规矩呗,你哥的 往里进 哎,你俩干嘛的 找人,行得方便呗,找人行,别找事了啊 好,进去 你去这边,我去那边,动静小点啊 好嘞大哥,我今天让熊俩挨着这机器 小老弟儿,玩得挺嗨啊 必须嗨啊 是吗?那你起来,让我嗨一下 你想熊我鸡这呗 对头,赶紧躺地方 不可能,我还得玩呢 你哥的,不知道我是谁吧 大哥,他在动静有一天偷袭过我 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想给你俩来颜色看看 知道这是谁的场子吗 你哥的,赶紧出去啊 小彪,把你二哥三哥都叫过来 这把你完了,我要你连哭都没地方哭 俩人都给我喝一壶的了 咋还叫人呢,这是要干嘛呀 哎,窗户外边有一堵小砖墙 哥,你是想让我拿砖头来跟他们干呗 我要你跳窗户赶紧跑 翻过那砖墙又进胡同来 谢谢哥,后悔有期啊 兄弟到死了 一块钱只能帮你指条路 要是多给点这事就帮你平了 你至求多福吧